清代晚期股市说到了花落春泥跟护花 不过在现代瑞瑟香茶农 则是把三月限定的文旦又花 采摘与蜜香红茶 熏被成了又花蜜香红茶系列茶品多元化来利用 而茶农高照许则是原选了今年新鲜的春茶茶经 将又花与茶经等比重量来熏制 茶糖蜜香浓郁甘醇 满口又花的淡雅清香是久久不散 令消费大众为着迷 现在就透过镜头一起来喝茶 小花工人送来现采的文旦又花 茶农仔细清理剔除杂志树叶后 将朵朵绽放的文旦又花 搭配今年新鲜的春茶茶经 备制这三月份限定的又花蜜香红茶 这个绿的红的这是部分发酵茶 这个全发酵茶 所以它颜色就不一样 跟以往又花与茶经分层烘焙 茶农高照许除了是以多少茶经就用多少花同等比例 更严选高品质茶经来熏制 保有蜜香红茶甘醇蜜甜的茶糖滋味 文旦又花淡雅的香气唇齿流香十分迷人 一年的文旦花是比较慢开 最近就是开的比较多 最主要是说我们要做出好的这个 这个又花茶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我们的这个茶叶先准备好 分析了清楚了以后再来熏花 再烘焙 这样来的话 做出来的这个又花茶就会比较清香 每年三月瑞瑟香文旦又花顺开 淡雅清香弥漫 茶农多元利用又花 制作当季限定的又花蜜红绿茶品 增加茶产业经济价值 全力辅导推广的瑞瑟香农会指出 又花了文旦又素食品质 也开创茶产业的发展一举素得 我们会辅导他们就是都是用有机的 又花就是不喷洒农药 这样消费者喝得安心 那这个是我们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要尽快 你要等到八月可能就没有了 不论是冷泡还是热饮 蜜香浓郁甘醇的茶汤 满口又花的淡雅清香酒酒不散 令消费大众为之着迷 文堂又花花期仅有一个多月 再加上备制时间长产量有限 因此年年功不应求 茶农高照许孝之说 错过了这一季的又花蜜香红茶产季 就要排队等明年了 记者11月蓝对谁采访报道 监警